今天咱们轻奢一次开箱一台5999的显示器 来自ROG的PG27AQDM 中文名叫超沙27OLED 240Hz刷新的OLED电竞显示器 首先我为各位机主开个箱 包装是ROG的一贯风格 红黑的配色 内部配件比较有特点的是自带了一个线材的收纳包 这个还是蛮有仪式感的 显示器的附件有一根DP 一根HDMI 一根USB它有B的上行线 和一个90W的电影适配器 校色报告 信仰贴纸和说明书 然后就是显示器的支架部分 分别有支架 底座 Visa转接板 和投影灯罩 组装是非常方便的 把支架放在底座上拧好螺丝就OK了 底部投影灯罩因为是磁吸设计 直接吸上去就可以了 这样显示器的支架就组装好了 如果你不想使用自带的支架 可以使用这个Visa转接板 转换成100x100的标准接口 然后安装支架必使用 这里我们看一眼接口 从左向右 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3.5mm的音频输出 两个HDMI2.0 一个DP1.4 一个USB Type-B的上行接口 两个USB的下行接口 不过这个级别没有Type-C的接口 勉强还能说为了电竞 用台式机咱们不用笔记本 但是两个HDMI是2.0的接口 这个稍微有点说不过去 我个人的建议 至少有一个HDMI 应该做成2.1的版本 安装支架非常简单 咔的一下就装好了 支架的旋转和升降 我就不演示了 毕竟都这个价位了 这款显示器使用的是OLED的屏幕 所以从侧面看 面板部分会特别特别薄 大概只有5mm左右 如果从远处看的话 会感觉特别惊艳 但是背后还是背了一个小书包 整个背板的设计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 合走性价比的显示器产品的区别 无论是线条 造型还是材质 有非常多的细节 一看就不是便宜货 比如这个支架顶部 有一个1⁄4的螺孔 可以安装相机灯光等设备 还有俯仰调节的转轴 看起来非常有机械的美感 还有下面的电源OSD菜单的五维摇杆 包括顶部的通风口 都是专门设计的 还有右边的标志性的 斜切点阵的图案 没错 这个ROG的眼睛是会亮的 不仅这里的眼睛会亮 包括底座 还有显示器正面底部的logo 都是会亮的 还有向下投射的灯光 整体来说 ROG的血统和信仰是拉满的 因为这款显示器的面板是OLED 所以开机第一眼看的时候 就会感觉画面特别通透 这块面板是来自LGD的LW270AHQ ERG2 26.5英寸 2560x1440分辨率 240Hz刷新 原生10bit的色深 对比度15万比1 并且出厂做了校色 HDR的区域峰值亮度 可以达到1000尼特以上 并且支持均匀亮度的功能 这个我们稍后来说 因为这台显示器是OLED面板 和我们常见的IPS VA面板的显示器 不一样的是 有四个参数是OLED显示器特有的 分别是APL ABL TPC和GSR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四个概念 可能才能真正理解OLED显示器 我们知道 常见的非迷你LED背光的IPS 或者VA面板的显示器 是通过一整块背光模组 照亮液晶面板的 所以无论你显示什么颜色的画面 背光的亮度只要是你调好不动 亮度就是恒定的 而OLED显示器是面板的像素自发光 所以说显示黑色的时候 像素就是完全不发光 也就是亮度为0 而显示白色的时候 就相当于这个像素达到的最高亮度 也就是亮度为100% 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概念APL 这个就相当于定义显示面板百分比区域 可以显示白色的最高亮度 当然这个定义要根据面板本身的素质来定 比如APL10% 就是显示器10%的像素显示白色 其他90%显示黑色 而这里定义的就是 这10%的白色的最高亮度 APL25%就是显示器的1%的像素显示白色 其他75%的像素不发光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 这25%显示白色的最高亮度 然后APL50%就是屏幕显示一半白色 然后白色区域的最高亮度 然后APL100%就是全屏显示白色 然后定义此时屏幕的最高亮度 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吧 因为不同OLED面板的寿命和显示特性 每个厂商在做显示器的时候 都是针对不同的面板进行独立调教 从而标定不同APL比例的亮度 像是ROG的这款显示器 就标定了在HDR模式 APL25%的情况下 最高可以达到450nit的亮度 APL3%的情况下 可以达到1000nit的亮度 当然有的显示器或者电视会把这个数值公布出来 有些不会公布 那为什么不能全屏1000nit呢 简单的来说就是会烧屏 和刚才APL定义区域亮度相对应的一个技术 也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概念 ABL 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 一种自动根据白色像素 在整个面板中占的比例 来自动调节像素亮度的技术 APL是定义 ABL是调节 白色面积越大 整体屏幕的亮度就越低 一直低到某一个数值的时候 就会不再触发ABL这种调节机制 这里ABL会有一个副作用 比如说从一个焦暗的画面突然转换成一个全白的画面 屏幕的亮度就会瞬间下降 然后就是第三个概念有两个名字 我一般习惯叫TPC 而这个TPC的控制原理呢 就比如说你在看视频的时候突然想上厕所 然后你暂停画面 TPC就会以屏幕中像素静止的比例来判断画面是否暂停 如果他判断这个画面是暂停的话 就会降低亮度来避免烧屏 但比如说你是看网页看文章 长时间保持一个静止画面的话 这个TPC功能也可能会认为你没在使用显示器 从而降低屏幕的亮度 最后一个就是GSR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区域版的TPC 它主要是用于检测像台标啊 logo这种小区域固定的像素 如果检测到这种小区域的像素 长时间没有运动的话 它就会降低这部分区域的亮度来提高寿命 以上说的这四个功能或者说四个概念 都是OLED屏幕特有的 其主要功能都是为了预防烧屏 OK说完我们继续 我们来说一下这台ROG的PG27AQDM的独家功能 应该可以说是独家功能 也就是显示器里面有一个均匀亮度的选项 在你打开这个选项以后 显示器的亮度就会一直维持在240尼特左右 也就是不会根据屏幕中显示白色像素的比例 来自动改变显示器的亮度 我猜测华尔是把这台显示器的ABL下线 设置在240尼特左右 所以开启这个选项以后就不会触发ABL功能 从而避免PC用户在浏览网页 文档处理等大面积白色窗口 在最小化缩放等切换操作的时候 产生亮度的大幅波动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 普通用户在不玩游戏的时候 建议一直打开这个选项 240尼特这个亮度 只要不是白天把显示器放在窗边使用 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并且无论是峰值亮度 还是APL100%的亮度 这款显示器都可能是目前亮度最高的显示器 并且因为OLED面板的天生属性 0.03毫秒的响应时间 不能说碾压IPS吧 也算是遥遥领先了 还有色准和色域覆盖 ROG调教的也是比较优秀的水平 不过调教的优秀也属于正常 毕竟都这个价位了 下面我们来看显示效果和游戏的表现 由于OLED黑色不发光 所以看对比度大的画面 真的是一种享受 也因为是像素自发光 所以画面有一种通透的感觉 不知道你们看这个画面能不能感觉得到 加之这个显示器是四面窄边框 所以这个视觉观感真的还是挺好的 其实描述可能不够明了 我们直接拿一台同尺寸 同分辨率的IPS面板的显示器来对比一下 我们看这个画面 你仔细看两台显示器的四个角 IPS面板还是能看出来一点点背光露出来的感觉 而OLED的四个角是完全不发光的 还有就是画面主体周围的光运 还是明显能感觉到OLED对比度要高很多 我们看这个画面也是 OLED的夜空确实是夜空的感觉 而IPS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微光 看这种局部高亮的画面 OLED的高光部分会比IPS更亮一些 但是暗部细节会弱于IPS 而对于游戏来说 因为OLED的响应时间非常快 几乎可以说没有脱影 所以好像感觉画面会更流畅一些 更丝滑一些 除了颜色和对比度 我想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可视角度 即使IPS已经很优秀了 但是OLED从侧面看的话 几乎和正面没有任何色差 众所周知 OLED避不开的话题就是烧屏 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那四个功能 这款显示器的四边 还预留了多余的像素 用于像素位移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防止静止画面带来的烧屏现象 并且OSD内部还内置了像素清理选项 大概意思可以理解为对产生烙印的像素进行清洗 就像我们衣服上轻微的污渍 洗洗就干净了 但这个像素清理的功能 对烧屏的缓解到底有多大作用 可能需要长期观察才能知道 还有就是菜单里面 可以自定义像素清理的时间提示 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进行定期清理 每次像素清理的时间 大概需要六分钟左右 这六分钟你是不能使用显示器的 最后就是总结和购买建议 首先这台显示器 本身就是游戏上的电竞显示器定位 所以肯定是最适合爱玩游戏的发烧友 或者是专业的电竞玩家以及电竞主播使用 你每天拿来钢枪赛车足球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如果你要兼顾文档处理 或者是其他非游戏类的应用 如果只能有一台显示器的话 我建议不选OLED 但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可以使用双屏 一台IPS显示器半功 一台OLED显示器游戏 这样的搭配是比较合理的 这款显示器是四面窄边框的设计 加上只有5毫米厚度的边框 看起来是非常惊艳的 只是我个人觉得 和这个纤细的屏幕一对比 这个自带的支架就稍微显得有些粗壮了 并且这个支架也稍微有些占用桌面的空间 我个人觉得 这个底座和支架 在保留现有设计语言的情况下 其实可以做得更纤细一些 这样整体搭配起来可能会更优雅一些 最后就是这台显示器 目前双11的价格已经来到了5999以内 相对于之前8000多的定价来说 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毕竟这是OLED面板 还有ROG的眼睛 另外相对其他产品 ROG的用料和品控还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OLED显示器吗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这里是白TV 我们下期再见